肩负20太重,无法从辽宁舰上怀越起飞,适合上第二艘大陆航母。 航母辽宁舰已经具备实战能力,大陆航母下水试航在即。 很多军迷,网友认为,中国海军在大批两装备肩负15飞沙舰载机之后,应该尽快让兵型战斗机上舰。 如果能让肩负20部署在辽宁舰上,那中国海军航母的作战能力将大幅提升。 这样的想法是好的,但是不切合实际。 有人指出,让辽宁舰开快点,是不是就能让肩负20这种双发的隐形舰载机在长约190米的甲管上滑越起飞? 答案是否认定的? 肩负20的最大起飞重量在38吨到40吨左右。 肩负15舰载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在30吨左右。 所以,适合肩负15的滑越起飞距离,肩负20根本就飞不起来。 即使辽宁舰开到最大航速,也不会起到太大帮助。 另外,舰载机在驻舰时,气落架和机体结构会承受巨大的冲击力。 如果肩负20要改装成舰载机,很多部位都要加强,这势必导致其重量进一步增加。 所以,即使肩负20能被改装成舰载机,也不适合在辽宁舰和大陆航母上部署。 未来,中国的第三艘航母,也就是大陆第二艘航母,有望配备电磁弹射器。 如果肩负20被成功改装成舰载机,适合上第二艘大陆航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